敌人节晚年竭尽全力,促成五州政权回归大唐,在敌人节的努力下,庐陵王李显再次被立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唐中宗,根据李显继位后的表现,他在唐朝所有的皇帝中,算是比较昏庸的一个,那么敌人节为何费尽心机要拥立他呢? 陕西师范大学于耕者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敌人节真相之,中宗奇人 敌人节是唐朝著名的大臣,他的历史声誉极好,由许多人推崇他,除了他的清政廉洁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促成了五州政权回归大唐,但是就是敌人节竭尽全力拥立的唐中宗李显,他当皇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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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皇帝的种种表现,令人不敢恭维,算得上是唐朝历史上比较昏庸的一个皇帝,那么敌人节费尽心机拥立的李显,到底是一个什么人?敌人节为什么要拥立他呢? 陕西师范大学于耕者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敌人节真相之,中宗奇人 为什么说李显不咋地?我们是从如下几点看出来 首先,他自我定位不清晰,一个皇帝啊,你要有一个清晰的自我定位 因为定位是你一切行为的这个出发点嘛 你像秦始皇,人家给自己的定位,就是统一天下 汉文帝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发展生产提高国力 汉武帝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弘扬国位 那么你唐中宗呢? 原本,唐朝的这些子民们,希望唐中宗能够成为一个带领大唐复国 而且走向复兴的一代君主 这是大家给他定位 可是唐中宗本人给自己的定位很模糊 一方面,他当着李显的皇帝 另一方面呢,他要扮演这个武家的保护者 他继位之初 一方面,一切都恢复了唐朝的这个旧制 你比如说他继位之后,他规定 说,这个娇妙 设计 林寝 百官 席质 符色 文字 皆如永存 以前故事 也就是说 所有的一切都恢复到唐高宗去世前的这个状态 首都也重新换成了长安 而且他还下令追究那些酷吏的罪行 可是另一方面呢 他却又不肯跟武洲王朝彻底的决裂 这里面是什么原因呢 我估计啊 主要是他对他自己的母亲啊 心怀愧疚 他不是通过政变把他母亲赶下台了吗 他总觉得这事情啊 不太光彩 当时政变的时候 发生的那一天他就不肯去 你说他是胆小也好 你说他是怕伤害他母亲也好 总之死活不去 最后那些政变者是把他 这个强行扶上马背 等于是挟持去 到了现场 他连句硬气话都不敢说 那么武则天被赶下台以后 武则天被迁据到上阳宫 结果后来发生一件事情 那对腾中更是很有刺激啊 什么事情呢 他去看望自己的这个母亲 武则天在位的时候啊 武则天这个人呢 很善于化妆 新唐书记载说 太后虽春秋高 善自涂则 虽左右不无其衰 善于化妆 再加上心情可能比较好 咱们经常说这个 女同志的这个第一 最佳的美容品 就是一个良好的心情 心情好 所以呢 看起来很年轻 可这次唐忠忠一去 让他大吃一惊 因为他一进门 看到的是一个老太隆忠 精神颓废的妇人 你想想武则天这时候 心情多糟糕 又没有 又没有这个心思去化妆 老太背线 唐忠忠很受刺激 他觉得 哎呀 就是因为我 使我的母亲成了这个样子 所以他很内疚 每隔十天左右 唐忠忠就要去看望一次武则天 后来武则天去世了 唐忠忠亲自护送着武则天的灵鹫 回到了长安 而且还要把武则天埋到这个乾陵里边去 当时有大臣反对 可是唐忠忠力排众议 还是把武则天埋到乾陵里边去了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他时刻注意保护武士家族的利益 咱们不知道啊 武则天是不是在去世前对他有所嘱托 反正 这个唐忠忠 把自己定位为李家的皇帝 同时也是武家的保护者 比方说 他不但继续尊奉武士的这个先祖 而且还规定 武士三代的名字 你们都要避讳 武则天 给自己的先祖立的那些庙 他还继续保存着 有人劝他要诛杀武士子弟 尤其是那个阴险的武三司 但是唐忠忠不听 非但不听 他还跟这个武三司结成了儿女亲家 把自己的那个最喜爱的女儿 安乐公主 嫁给了武三司的儿子 而且拜武三司为司空 同中枢门下三品 换句话说是宰相啊 而且武三司这个家伙 还跟伟皇后私通 所以一时之间 武三司的权势 竟然比武则天在世的时候还要大 因此可以说 唐忠忠自我定位不清 是酿成这一切根源 其次 唐忠忠这个人呢 缺乏领袖气质 这个问题啊 我们也可以从三点看出来 第一点 他言语不谨慎 这个一个皇帝啊 应该谨言慎行啊 那家伙中国古代 对这个皇帝的这个要求是很高的 天子无戏言 传说 西州的时候 周成王和自己的弟弟 疏于一块玩 两个人都是小孩子啊 周成王拿了一片树叶 给自己的弟弟说 把这个封给你 这就是过家家呀 结果周公听说了 周公就来找周成王 说我听说你要封疏于 周成王说 哎那我跟我弟玩呢 结果周公非常严肃的说 陈文之 天子无戏言 天子言 则史书之 公送之 事称之 天子无戏言啊 你说要封 就必须真的封 结果 周成王 周成王 就真的把今天山西的一块地方封给了自己的弟弟 这家伙当个皇帝也不容易啊 想随便玩个幽默也不成的 可是 我们这位中宗李显 就偏偏是个大嘴巴 还记得 他第一次当皇帝是怎么下台的吗 不就是想封自己的岳父伟宣真为宰相 跟人家辩论的时候 来了一句 什么 我以天下于伟宣真 何不可 而惜事中焉 不就是因为这句话被他母亲给赶下台了吗 这就是嘴巴太大 惹来的麻烦 第二一点 这个人缺乏一个领袖应有的稳重端庄 这个不仅仅是语言呢 那中国古代对这个皇帝的这个一言一行要求 那都是非常严的 你要有一个端庄的仪态 您看那个中国古代皇帝戴的那个帽子 那个免 前面垂下来十二道流 这十二道流干嘛的 当然有好几个作用 其中有一个作用 就是提醒你 动作不要太大 你想那十二道挂在这 你要是像咱们平常一样 那流哗哗哗不就乱动了 这下你就知道你动作太大了 谨言慎行啊 可是咱们这位唐忠宗李显 偏偏就是缺乏这种端庄气质的人 此人啊 好像是个性情中人 一遇到什么事就高兴的这个手舞足蹈 您没有人说 他有一次 他想找乐子 他和这个伟后和安乐公主在一起 突发奇想 说咱们玩个新鲜的吧 这以往总是歌舞啊 宴会啊 打猎啊 这都不新鲜 咱们今天看拔河 于是找来了宰相 驸马将军一大堆人 然后分为两队 叫做东鹏西鹏 他们呢站在 这个楼上 这些人在底下就拔河 结果这一拔不要紧 这里边有几个七八十岁的大臣 给拔倒在地了 一时之间四仰八叉还爬不起来 我唐忠宗在这个楼上看得 还非常的高兴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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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傻子吗 因此我们可以说 从气质上来说 他也不是一个当皇帝的料 第三 此人缺乏一个领袖人物 应有的坚强性格 领袖应该坚强 而一个人坚强不坚强 主要要看他在逆境当中的所作所为 很明显 唐忠宗不够格 他被刚流放到这个房州的时候 整天是以泪洗面 生活在恐惧当中 你想 他的两个哥哥都是死于非命 尤其是他的那个二哥李贤 那就是在当太子被废以后流放到八州 然后武则天又派遣使者到八州去 赐死的 而且这一幕就发生在 李显被流放到房州之前不久 所以李显刚流放到房州的时候觉得自己这辈子完了 早晚跟他哥一样的下场 因此每当听说洛阳城有使者来到房州的时候 李显就吓得是只死蜜活 一会儿要抹脖子一会儿要上吊 我不活了 不活了 这个时候主要有一个人物支撑着他 谁呢 就是他的王妃 未来的皇后 韦氏 要说韦氏 那个神经啊 那要比 他的丈夫要坚强得多 韦氏看他这个丈夫这个样子 这也太不像话 于是韦氏 就劝他的丈夫 他说 祸福以福何尝之有 岂是亦死何惧如是也 福祸相依啊 你怎么知道你总是要倒霉呢 人都不免一死 你今天寻死蜜活的像个什么样子呢 结果 在流放的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头 韦氏就成为了唐忠宗李显的一个精神之助 说真话 按照唐忠宗那种懦弱性质 在房州这十几年 早晚得憋屈成精神病 他还能撑过这十几年 最后还能熬到出头之日 离不开韦氏 而且韦氏 我们前面也说了 韦氏也很可怜呢 韦氏的父亲不也被流放了吗 流放到岭南去 结果当地的酋长不是为了抢他的女儿 把他们夫妇都给杀了吗 因此可以说 韦氏跟着李显 福还没想几天 罪倒受了不少 也正因为如此 唐忠宗跟这个韦氏啊 感情特别好 这个史书说他们是 累年同奸威 情义甚多 而且唐忠宗还对韦氏 来了这么一番话 说一朝见天日 事不相禁忌 我如果有东山再起的那一天 你干什么 我都不阻拦 好家伙 这话是随便说的吗 这又是我前面所说的 李显嘴巴太大的一个证据 那最后韦氏变成那个样子 还不就是跟你这番发誓 有很大的关系吗 就说从性格上来说 唐忠宗李显 也不合格 按照史书的记载 李显在第二次当皇帝期间 做了不少蠢事 闹了不少笑话 他的性格太过懦弱 的确是一个不合格的皇帝 抛开李显本人不说 就连他的家庭 也是一片乌颜瘴 我们啊 还要看到一点 就是唐忠宗李显这个人 他管不好自己的家庭 皇帝的家事就是国事 你的家庭直接决定了国家的政治 可是唐忠宗李显这个家庭 绝对不是一个正常家庭 前面刚刚我们说了 韦氏因为是他在房州的精神支柱 所以呢 唐忠宗对他非常的依赖 也正因为如此 继位以后他真的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对韦氏 不管 你做什么我都不管 而韦氏也就就此的发展成了 唐朝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乱政皇后 那么他都干过哪些事呢 首先这个女人啊 有政治野心 这个唐朝历史上有个很有趣的现象 自打武则天当过一次女皇以后 好家伙 这唐朝妇女的隐好像给勾上来 这有政治野心的女人是层出无穷 尾氏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 可是问题就在于 你有武则天的野心 那你有武则天的能力吗 他实际上什么事都是在模仿武则天 武则天给自己的先祖封王 他也给自己的父亲封王 武则天搞垂帘听政 他也搞 所以说他这个政治野心呢 很明显 第二一个 尾氏给这个中宗啊 戴绿帽子 尾氏和武三司有私情 要说这个尾氏是怎么跟武三司勾搭上的呢 主要还是通过上官婉儿 上官婉儿这个人 很多人都知道 那是武则天生前的基要秘书啊 人很聪慧 文笔又好 不是号称叫金国首相吗 上官婉儿首先和武三司之间有些私情 后来呢 他就把武三司介绍给了尾氏 然后尾氏就跟武三司开始眉来眼去 结果你也说不清 唐忠宗究竟是出于什么心理 他对这个绯闻呢 毫无所动 最后尾氏胆大到什么地步 尾氏胆大到和武三司一块坐在玉床上玩双路 而王忠忠呢 竟然站在旁边 亲自帮着点筹 就是计数 你说你糊涂不糊涂 这里咱们顺便说句题外话 床在唐代是坐踏的意思 不是睡觉用的 您千万别想歪了 小时候学的那句诗 床前明月光一世地上霜 我就一直以为是躺在床上看月亮 后来我才知道 那是坐在那看月亮 你要是躺在那举头望明月 躺在床上举头只能看见屋底 头再往这边一扬 只能看床头 所以床是坐的意思 伟皇后不但与武三司私通 而且伟后还卖官欲绝 公开明码标价卖官职 最后岗位都不够用了 又设立了许许多的新的名目 你想想那些人来买官是为了个什么 买官就是投资 投资就要有回报 我买这官不就是为了更好的捞吗 所以在唐中宗当政期间 唐朝官场的腐败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个跟伟氏有直接的关系 而这个唐中宗啊 他这个家庭问题最大的 还不是这个伟氏 而是他那个宝贝女儿安乐公主 安乐公主 是唐中宗和伟氏在流放房州期间生的 当时可能是因为条件比较艰苦 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啊 唐中宗是亲自解下了自己身上穿的袍子 把这个孩子给裹起来了 所以呢 安乐公主小时候的乳名就叫做果儿 这个为人父母者似乎都有一个心态 就是如果自己这个以前是受过苦 或者这个孩子早年受过苦 那么就特别容易溺爱这个孩子 好像那种心里是发誓 我再也不让这个孩子受苦了 唐中宗就是这个心态 在她的溺爱之下 安乐公主最后发展成了一个 无所不为的一个大小姐 那个脾气大极了 而且生活是娇奢淫逸 什么事都敢干 而且安乐公主还欺压太子李崇峻 为什么欺压太子李崇峻呢 因为安乐公主想当皇太女 注意啊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知识 皇太女 安乐公主什么不敢干呢 她父亲多宠爱她呀 她脉官欲绝的时候 自己亲手写赤文 写完了之后 让她爸爸来签字 你签字就行了 而且你不要看 她还用手把这个赤文的内容遮着 她这个父亲竟然就哈哈一笑 就签字同意了 她看上了长安城的一个昆明池 那是一个巨型的人工湖 是当年汉武帝开凿的 她想要 结果呢 她父亲不同意 说那能行的 没给 人家安乐公主马上转头 另找地方 拆派大批的民夫 重新开凿了一个 比昆明池还要宏伟的新的人工湖 叫做定昆池 你看这猖狂劲 结果唐冲宗竟然还亲自去参加落成典礼 就这么浇灌她 所以她最后竟然也动了政治野心了 我要当皇太女 既然她想当皇太女的话 现在的太子李崇峻 那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障碍 必须得铲除 她和她的母亲 伟后 就一直要搞这个事情 他们学的都是武则天当年的路数 什么路数呢 就是前进路上的一切障碍 都要用非常的手段 把它给清除掉 武三司在这里边也起着非常坏的作用 最后 他们的这个所作所为激起了太子李崇峻的叛乱 这个李崇峻呢 他不是伟氏亲生 所以他特别的受到了伟氏和安乐公主的这个欺负 据史料的记载 当时安乐公主与驸马左卫将军武崇峻 常凌辱太子 或呼为奴 崇峻又教公主言于上请费太子 立即为皇太女 太子鸡不能贫 唐朝历史上能够顺利继位的太子并不多呀 李崇峻眼见自己的前途也是岌岌可危 所以在愤恨之下 他联合了一批军人 发动了政变 他们首先冲入了五三四的府地 把五三四父子给杀死了 然后 他又带领着士兵冲入皇宫 要去搜寻伟后和安乐公主 结果呀 大概呀 太子被皇帝疏远的日子已经够久的了 这些人在皇宫当中竟然迷路了 谁住在哪他并不清楚 搜寻耗时太长 结果就给对方留下了一个反击的时间 据说是在上官婉儿的建议之下 唐朱宗带着伟后这些人 跑上了玄武门的城楼 然后很快的召集了数千名军人来保护自己 等到太子带着人冲到了玄武门城楼下的时候 一过去一看 完了 人家人多势众比自己还多 大势已去 唐中宗在城楼上就这么振臂一呼 太子李重俊这边的人立刻就临阵倒戈 太子一看大势已去 于是波马逃出了皇宫 一路向西跑出了长安城 结果在长安城外他被自己的部将所杀 失败了 这个事情那当然是解天动地的大事啊 全天下的人都为太子之死感到惋惜 因为太子说实话 那绝对是被逼上绝路之后的一个困兽之斗啊 同时全天下也都为五三司之死而感到高兴 这个时候 您猜唐中宗怎么做 唐中宗命令人 把太子的头砍下来 用自己亲生儿子的头去祭奠五三司 这个给他戴绿帽子的肩夫 您说说 此人像话不像话 你糊涂不糊涂 我都替他脸红 对于狄仁杰 人家唐中宗竟然也有非常独到的看法 狄仁杰生前费尽心机 全心全意地帮助他 登上了太子的位置 而他对狄仁杰是怎么样评价的呢 在他当皇帝之后 有人向他报告了一件 往事 这个事情原本外界并不清楚 据说是他在当太子的时候 武则天有一次病重 狄仁杰乘机向武则天建议 说您现在病重 那么能不能让太子来监国呢 结果这件事情遭到了有些大臣的反对 所以最后没成 敌人节的意思很明显 就是想趁这个机会让太子能够尽早地巩固自己的位置 可是唐中宗听人报告了这件事之后 唐中宗怎么样说呢 他说 人臣是主 必在一心 其有主上少有不安 即请太子之事 乃是敌人节恕私会 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哪有说是皇帝 这个刚刚得病 就让太子监国呀 这不像话吗 敌人节这样做 那是有私心呢 他是想通过这个事情巴结我 讨好我 给自己谋利益 我就问一句 敌人节能有什么私心呢 说实话 敌人节这阵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该得到的东西都得到 又那么受武则天的信任 年纪又那么大了 他能有什么私心 他还不就是为了你好吗 为了你好 不也就是为了 李唐的未来好吗 所以你看 这个人糊涂不糊涂 我们呀 可以呀 总结一下 唐中宗这个人 要说起来 此人就是一个 还算孝顺的儿子 一个糊涂丈夫 一个 一位溺爱孩子的父亲 这样的人 说实话 你说他坏吗 坏不到哪去 但是你说 这样的人当皇帝 合格吗 绝对不合格 身为皇帝 李显是一个不合格的皇帝 身为父亲 李显又是一个 不称职的父亲 从各个方面来看 李显全身上下都是毛病 既然李显如此不堪 敌人家为什么要用力李显呢 当时的李家 不是还有一个李旦吗 为何非选李显不可呢 我想原因大概有三项 第一项原因 敌人节 对李显了解程度不足 我刚才所说的唐中宗的所作所为 这都是他第二次当皇帝之后的事情 而这些事情 敌人节不可能知道 因为此时敌人节 已经去世多年了呀 他没法预料到 他第一次当皇帝的时候 时间很短 敌人节没时间去了解他 那么他被废为庐陵王 流放到南方去 敌人节在北方 更不可能了解他了 而且在没有当皇帝之前 唐中宗说真话 还是比较低调的人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敌人节对这个人的品行不够了解 此其一 第二一点 礼法的原因 我们中国古代的继承制度 有一个核心 就是敌长子继承制 因此作为敌人节来说 别无选择 高宗皇帝的所谓敌子 一共有四位 前面两位都死于非命了 剩下的两个儿子 李显老三 李淡老四 那么按照礼法来说 立长不利用 你只能选择李显 第三一点 法理上的原因 这点我认为 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 什么意思呢 李显在这个时候 已经不是一个皇子 那么简单了 他是一个符号 什么符号呢 他象征着高宗统治的延续 当年他继承的是高宗皇帝的皇位啊 那么高宗皇帝 却是 他以太子的身份继位 可是又被自己的母亲给废除了 这件事情在唐朝很多的人的眼里 看来是非法的 而且狄仁杰不是一心要光复大唐吗 我们后面会讲到狄仁杰反复在武则天面前灌输的一个理念 就是你那个武中王朝啊 那是属于临时性王朝 最好就此一届 那你既然要强调武则天武中王朝是临时性的 你就不能承认他费李显立李诞是合法的 因为你要这样弄的话 就等于承认武则天从李诞手里继承的那个皇位是合法的 在敌人阶的观念当中 这个本来的统治秩序应该是高宗中宗 这是一根树干 结果中间武则天 恒生之节 废了李显立了个李诞 等于旁边长出一个树叉来 现在我要把这个树叉给你锯掉 让你重新回到这个主干上 这样的话 我就必须要立李显 这样才能体现归正于李唐 所以对于敌人阶来说 别无选择 通过今天这一讲 我们看到 敌人阶拥立李显 是一个别无选择的决定 他没有错 那么一心于让李唐复国的这个敌人阶 他和武则天之间关系如何 武则天会不会就此 对他心存不满呢 我们留待下降来进行分析 谢谢大家 优伤的心 优优独 Really WeIt 每一次用篡去 ' 作季bird Quiz 人 Spect 我们 我们 车